杨幂魏大勋这对寻寻觅觅吸批 自从去年闹出绯闻后 就频频登顶各大娱乐板块 去年12月 两人先后进入同一个酒店被拍 虽然魏大勋杨幂同住一个酒店已成事实 但两人并未同框 到底有没有在一起呢 真是掉足了网友们的胃口 近日又有很多网友爆料称 两人还未官宣就已经分手 把分手原因描述的有声有色 但实际情况是这么回事吗 小韩今天告诉你 不是 为什么呢 因为小韩亲眼目睹了石垂瓜 4月7日 小韩在上海色女郎剧组看到了魏大勋 疫情过后 魏大勋连有些发福 他穿着白色卫衣 懒洋洋一副没睡醒的样子 中途休息后 魏大勋女助理给他撑着伞 他边走路边掏耳朵 非常邋遢 最后魏大勋终于换了套绿色西装 整个人精致很多 但他边走路边提裤子 小韩就没眼看没眼看 天黑收工后 魏大勋和司机女助理 一起回酒店 路过KFC时 女助理和司机下车去买了三个甜筒 司机给了魏大勋一个 自己拿了一个 女助理并没有享受自己手中的冰淇淋 而是给了后座 自己只拿着纸巾上了副驾驶 照这个逻辑的话 后座除了魏大勋 还有一位 果不其然 到达酒店后 女助理上下车 魏大勋穿着厚厚的黑色羽绒服下车 紧随魏大勋身后 下来了一位穿黑色羽绒服的女孩子 再看看两人羽绒服非常相似 十分有情味装的味道 女孩子戴着口罩 身材纤细 在酒店门口伸出手测量体温 手里还拿着冰淇淋 而魏大勋 竟然体温一直不正常 无法通过 也不知道是因为穿得太厚 还是因为有美女相伴 三番四次通不过体温的魏大勋 只能和拿冰淇淋的美女 跑到一边吃冰淇淋 降降温 而美女摘掉口罩回头时 小韩发现 这不是杨幂 杨幂吗 天哪 小韩这知道顶级大甜瓜了吗 杨幂在魏大勋去测量体温时 自己津津有味 吃起了冰淇淋 无奈魏大勋还是体温不正常 转身看看自己女生 来回甩手 希望体温下降 终于魏大勋体温顺利通过 她的小眼神瞬间散发光芒 终于要和女生回酒店 共度凉消了 魏大勋叫着手臂一甩 杨幂快速戴上口罩 跟在大勋身后 快步走进 当时已经晚上十点多 杨幂与魏大勋进入酒店大堂后 似乎并不怕被认出 她俩都把口罩放在下边位置 享受着冰淇淋的甜蜜 当然了 爱情的甜蜜 而魏大勋的女助理非常尽职尽责 站前马后给杨幂魏大勋按电梯 杨幂和魏大勋虽然在大堂没对话 但明显能感觉到两人已经交往一段时间 即使不交流也很有默契的感觉 连吃个冰淇淋都神同步 那我们就先吃冰淇淋 悄悄话 楼上偷偷说 据小韩了解 杨幂的新戏 谢谢你医生 最近属于停拍状态 此次杨幂来上海并不是拍戏 小韩查了杨幂的行程 发现她4月10号离开了上海去广州 12号又从广州回上海 而魏大勋生日是4月12日 难道大秘密是专门赶回来为勋勋庆祝生日吗 这也太甜了吧 勋勋秘密终于等到你 我给你看那几年青春在建楼潦草 全是冲绕我沉迷 你看小胖子 是吗 是吗 不公 宝贝喜欢抱着他吗 看不公开 疯狂梦境 是他陪我流血破壁 陪我失眠时交换着回忆 也因他在拯救我 换别人就失去结局 没饭花红堂 昨天有一个长得跟你很像的女的追求她 她没答应 不约不喜欢 真的没有变 没事没事 我还是那个我 我没有变 我真的踏不上心 我真的踏不上心 哎呀 姐姐 哈哈哈 不要再说了 哈哈哈 你不想要这个队长就给你了 我帮忙就请不去你了 那个这有一个垃圾啊 我们都是垃圾 有好多垃圾啊 我可不姓杨 我姓陶 这姓杨的就这一位 不是这个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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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我去垃圾啊 我是他 我是他 在无人的角落里 有更多浪漫秘密 是人猜测成的假的不行 飞大军听好了 我们要先看上面 我们要先看上面 是 是 我真的陪他聊到厘岭 真的同他最默契 真的记得他所有快递 真的最害怕分离 我也像白旋之一口 越时常都为爱心中心的 想你想知道 心话都放那一页白旋 她弄一次恨她心里 再说爱意 关于她温柔 太多的勇气 都是真的好不信 一片一片一片 一片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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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姐你这后面这手绳子 这是干啥子 给我自己衣服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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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现在太好笑了吧 我体质不行 我体质弱 我电一下容易晕倒 那我们想看你晕倒 睡一下子 你为什么要去电一下呢 米姐你电完就知道为什么要去电一下 为什么呢 我觉得应该是小贾 那个队长 哎小贾你简直就是队长 谢谢谢谢 哎 你在这旁边说什么 我都听你了 我都听你了 啊 又不是我叫你打我干什么 哎呦 下去了下去了 哎 你很无聊 我刚才我觉得有人挑 你再搞完一号吧 刚才我觉得有人在抢二十 二十 二十 你画六个板棚 六个宝盘 六个表篇 超简单 我一声一声 叫你公邀 花生公斤 花生公斤 中子公斤 反弹 就有一个猎人 杀了一句狐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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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狐狈 结果列的是虚狐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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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狐� 对不起 荣耀而疯伤随 情愿的心怀而猜 但是他们略去你是我的肉体 你依然保管我内心的灵魂 三百年来 平静的小铁 我能把心点点 说你喜欢这女性 带我多乐 我和你就想要你 睡觉一张的梦 你看到的被骂了 在干什么呢 他平时很帅的 没想到他这么胆小 拿那个灯罩能照出来吗 到车里面有的 你这小时候和那个 被人家出讲 阳光下晃一晃 淘胆胖了 她胖不在这边 淘胆胖了什么 她是优秀 前两天才遇到淘胆胖 陈老板电话 是吗 157 159502 打给她 你把就是这个 你把就是这个 她爸没说其他的了吗 就是我培养你这么多年 几年吧 哈哈 聊上了 还这样吧 你喝一口 我拿来 你喝一口 你给他点动力 你喝一口 我的勇气 都是真的好吗 我真的有过思念成绩 真的爱看她配音 真的为她又盔甲借银 只能问过他自己 我们曾在高峰满作证 将以为阿姨说到最惊喜 可我只看向他眼睛 和千万人欢呼什么 我不关心 王晓忍 西湖的泪 水 水 我的泪 那我 到你 到水 水 啊 我给你看那几年青春在结落潦草 全是终让我沉迷 我身边只她一刻 蜜姐呢就是一个全能型的选手 什么都擅长 大师就是段子手 一直在在讲断 棒子又好 超棒 大师超棒 大师超棒 密码 密码 拍一下 密码 拍一下 看有没有亮 哇 现在有 天彩 天彭 山坡 密码今天特别厉害的是 把那个手机号记住了 我们的队长是最棒的 对 今天大圈是我见过最勇敢的大圈 微大圈踩过的 她还不错 我跟她的东西下起 真的与她拥抱了黑暗里 真牵过她的手臂 我供她飞过地球万里 也一起到梦想照不抛弃 曾躲进了床街 你直接走 你还要说你直接走 你直接走啊 你走吧 我们直接走吧 你先请你先请 承让了 承让了 我都没上去啊 你腿短吧 怎么绑 还绑那个绑大叔吧 队长 我给你中心耿耿啊 所以就绑你啊 这眼线你中心的时候到了 我一直在抽象 因为就是 我们有几个队员 真的非常好笑 我一个小眼睛接发 他真的非常好笑 小眼睛接发 其实是OK